前高中的同学 又是他以前的初恋 经常不是嗑嗑啊 就是吃饭的 一个是一小句 半个月一大句的 嗑的最新的还要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吗 画面中这个女人就是朱女士 她和丈夫刘先生结婚已有17年的时间 而两人也从风花雪月到现在的居于平淡 但让朱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丈夫竟偷偷和初恋女友走在了一起 并且两人还堂而皇之地出去约会吃饭 而丈夫还为此和她分房而聚 甚至还嫌弃她人老朱皇太没情绪 这样的做法使朱女士压抑许久的情绪直接爆发 于是就萌生了离婚的想法 但考虑到她们年幼的孩子 朱女士还是有些不忍 因此便求助到了节目组的帮助 希望众人能帮她挽回丈夫的心 但刚一上台 就向主持人说起了自己这些年的心酸过往 她近期几年她根本都不跟我沟通 她又近期指着我这里指着我那里的 哦不再沟通了 对对 这个您承认吗 从朱女士口中得知 丈夫自从和初恋女友联系上之后 对自己的态度也是越来越敷衍 原本两人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但由于初恋的插入 他们的感情也早已到崩溃的边缘 而丈夫刘先生却解释和妻子无话可说 并非是为了初恋 使她和妻子沟通不下去 听到这里 主持人却问了朱女士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突然发现无话可说了呢 就最近这几年 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嘛 她同学的话可能联系的又多了 就以前告诉的同学 又是她以前的 从恋住在一起 经常不是磕磕啊 就是吃饭的 朱女士坦言事实 根本不是丈夫说的那样 随着网络的兴起 丈夫就和初恋联系的越来越频繁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 他们之间才变得无话可说 而且是丈夫不愿跟她沟通 她才是整个婚姻中的受害者 但丈夫却解释那次是不只是只有初恋 还有其他同学也一起在场 但妻子却非要抓住那件事不放 可一旁的朱女士听到这却反驳起来 我也想说跟他们同学一起认识认识一下 你去干嘛了 怎么怎么的就搜了我一番 朱女士认为如果丈夫真的是行得正做的职 那么就不会在自己要求陪她一起见老同学时 遭到丈夫不停的数落了 然而丈夫刘先生在听完妻子的话后 却不以为意 而且还替自己解释起来 你看这个本来就很经常了 你看高精的同学在一起聚一聚 在这点小事也不至于了 什么就不至于 在一起唱得多 我觉得很经常啊 将近这个口歌一样 也是一种新鲜的交流方式是不是 在刘先生看来 日常生活中和高中同学相聚唱歌 这也是紧跟时代的脚步 一种新鲜的交流方式 在如今这个时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实在不知道放在心上 可妻子却因为这么点小事 总是和她争吵还和她对着干 难道真的是朱女士过于捕风捉影 冤枉了丈夫吗 就在众人怀疑起朱女士对刘先生的指控时 她却又说出了这样一件事 你半夜三更的跟那些鱼的在那里情歌对唱的 她现在各个失眠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主持人 她真的是每天半夜三更的 她也不顾着你 要不要休息 反正她只在那里一一啊 在那房间里面唱歌不停 她上班的好 是随意性的 我上班每天都是按时按点要上班的 她就可是不管你的了 朱女士的话直接打断了丈夫的辩解 原来事实并非刘先生说的那样很正常 原来她不仅和初恋女友不清不楚 就连曾经的女同学都有些牵扯 为了在和女生对唱情歌时获得她们的青睐 直接不顾深夜需要休息的妻子 自顾自地做着她的事 而这样的行为也是让朱女士深受其扰 丈夫不仅和一些女性来往亲密 就连休息之间都不放过自己 这让朱女士的身心都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 紧接着朱女士更是抱怨起了丈夫不顾家的行为 朱女士委屈地说道 丈夫看自己心人好欺负 不仅总是出去和初恋相聚 身边的异性朋友也从来不间断 所以频繁出去已是家常便饭 甚至还醉熏熏地回来 可朱女士为了孩子能有个健康的家庭环境 一直忍受到了现在 可丈夫却一而再地挑战她的底线 但刘先生却直言妻子言语太过夸张了 她虽然和异性走得很近 但自己并没做过对不起妻子的事 可话说回来 难道只有发生关系才算对不起她吗 随后刘先生还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可妻子朱女士接下来的话 让在场中众人惊诧不已 我问的是你跟那些语的情歌对唱 还有我把你发朋友圈呢 你这也是什么想的吗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吗 不是 是她发朋友圈还是让你 她又要求我帮她去发朋友圈 要求我的朋友为她点赞 说她唱的怎么怎么好的 不是 她跟别人情歌对唱 让你发朋友圈 是的 都是语的 有点追求本身没错 可却以此为借口 大晚上不睡觉在那边一压练习唱歌 丝毫没有考虑妻子的感受 也是对妻子的极大不尊重 这难道就是为人丈夫的态度吗 甚至在和别的女人情歌对唱时 还要求自己的妻子帮忙转发朋友圈 让更多的人夸她唱歌好听 一点也没有考虑妻子的颜面 紧接着主持人反问道 你夫人要找个男同学去情歌对唱一下 发个朋友圈 行吗 可以 真可以啊 怎么唱怎么唱 哦呀呀呀呀 我看好像是不行吧 在面对主持人的问题时 刘先生也是赌计 表示自己不在意 难道真的不在意吗 恐怕刘先生没做到换位思考吧 紧接着朱女士更是说 因为这些 导致丈夫平时对家庭 进不到一点相应的义务 朱女士表示丈夫不仅不做家务 还总是对她迎指气使 要求自己做这做那的 将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却不收拾 有时候自己下班晚了 没来得及收拾屋子 丈夫就直接开始指责 丝毫不体谅自己的辛苦 一点也不尊重自己 可是 丈夫对此一点也不理解 你一个语人相付教职 也是经常的嘛 搞一下卫生 搞一下清洁 这是你的本质工作嘛 应该就这样嘛 至于嘛 在刘先生看来 妻子就应该在家向付教子 打扫卫生 搞清洁工作 这些也是妻子的本质工作 而妻子却因为这么点小事 在这里大呼小叫 实在是大提小做 可这是两个人的家 家务更应该由两人共同承担的 而不是由其中一人完成 那随即朱女士却说到 因为丈夫练习书法的爱好 而自己平常也很少管输 但与丈夫经常在一起的女比友 竟直接找到家里 而他们更是当着自己的面 关起书房的门 在里面不知道干些什么 那好恨的是 今生原来是女比友 找到家里来了 因为我这个女主人 真的是不放在眼里的 他们就直接找到她 进她的书房了 你说主人 她关起门了在里面 我是你妻子呢 你也不知我的感受没有 据朱女士说 丈夫的女比友来找她的时候 完全没有把她这个女主人 放在眼里 按理说来朋友很正常 切磋也很正常 可不正常的是 既然是切磋书法 有干嘛关起门来呢 这个东西他不等 什么叫我不等 不是你要干嘛呀 让人懂 这个写字 文家在方面学一个氛围 他叽叽压压的吵个不停 哦哟哟哟哟哟哟 您这清朝一般人还真追不上 我跟您说 你说与比友找到家里来 我是家里的女主人 那个比友真的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对吧 你用我是什么感受 真的 我每次看到他那个人 我就真的我就跟他吵 他直接的固执别人 不固执我的感受 说什么事 他那不愿意找他 现在的生活 特别委屈是吧 对 是的 刘先生对此解释道 因为妻子不懂这个东西 写字文章需要氛围 而妻子总是在边上叽叽压压的 总是打扰他们的思绪 关上门就是想在安静的环境下 领悟这个境界 不得不说 这个情操一般人还真赶不上 可话又说回来 妻子不在意朋友来切磋 也不在意丈夫在干什么 让他介意的是 丈夫的朋友们来了 没给他打招呼 就直接进了丈夫的书房 而丈夫顾及别人 却让他受委屈 难道是把猪女士 当成保姆了 两人也因为这些事 经常吵架 石本就不好的关系 更加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 家里的大事小事 妻子都不能做主了 他在那家里的什么事情 都不跟我商量的 他就是家里的老大 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 他现在想犯罪接犯罪 大事也不跟我商量 小事情也不跟我商量 按理说 夫妻遇到事情会一起商量 财产会一起分配 可丈夫在换车这么大事上 一点都没和自己商量 那结婚十几年来 家里的财务是怎么分配的呢 人生二年说 他的收入是比我高 但是他只能三分之一 留给家里做开支 用其他的钱 就是由他自己飞喝 干嘛留那么多 三分之二都留给自己 你说家里的开支那么大 他真的有想过家里吗 三分之二是这样的吗 我这个过程开支肯定有嘛 外面应酬那么大 还需要孩子以后 以后存一点钱嘛 小朋友以后你也在存钱 是啊 丈夫表示 大头放在他这边是有原因的 因为自己本身应酬比较多 有了小孩之后就更加吃紧 因为孩子的培训费 是比不小的开支 还要为孩子的以后多存点钱 听完这话 朱女士便开始指责起丈夫来了 现在等好了 他们小孩就送到学校去了 小孩子那么小 他就帮他分到学校 让他自己的学校里生活 就住宿学校是吧 对 是的 在这个教育问题方面嘛 他跟我的观点是完全不一致的 他的就把小孩子的 要想变得更优秀一点 实际的小孩子逼 我有错吗 学个不停 我也想象小孩更优秀一点 不要像我一样 受你的压迫 想象的营儿生活得更好一点 自己自强一点点 今天这个样子的话 我就把他生的好一点的学生买 这是私立学校 然后就记手 提高学孩子的自理能力 还是有帮助的嘛 由此可见 两人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产生分歧 朱女士要求孩子变得优秀 就希望孩子可以学习好多东西 但丈夫竟舍得将孩子直接送到寄宿学校 她才那么小 所以朱女士总是担心孩子吃不饱穿不难的 对此 刘先生表示 为人父母者都是想要孩子变得优秀 送到寄宿学校也是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 朱女士觉得丈夫就是以此作为借口 是为了不让小孩妨碍她 是为了她自己更加方便 她就觉得小孩在家里的话就妨碍她了嘛 她的鼻友来找她 小孩在家里 她就觉得是 她又顾着小孩的感受对吧 所以就她就干脆把小孩吃到学校里去 所以在您的这个逻辑线索里面是 小孩五六年级的时候 她开始变了 是这意思吧 为了让这个孩子不碍眼 她还把孩子送走 对吧 是的 在妻子朱女士看来 丈夫送孩子去寄宿学校 也有一方面原因是 为了更加方便与初恋 以及那些异性往来 那为何丈夫会有这么大变化呢 怎么突然就变得无话可说了呢 对此刘先生说道 现在的条件不一样了 大环境也在变化 在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后 就不能忍受妻子的唠叨 而妻子总是因为点很小的事情 就喋喋不休 一来二去两人总是争吵 渐渐的不想和妻子对上 就无话和妻子可说了 两人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也是日常生活中各种事情堆积的 我也过得很恶呢 你看她在我房间 没收拾的房间 就要把手机翻开了 老师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 妻子朱女士在台上的痛哭 却遭丈夫冷眼相待 而丈夫则痛斥妻子没信任感 认为她总是活在过去 但对于朱女士来说 曾经的这个家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 过去和丈夫无话不说 而现在两人风风雨雨十几年过来了 从白手起家到现在小康之家 丈夫却和别人谈天说地 经常外出应酬 独量妻子手空房 如此大的悬术 朱女士觉得丈夫所作所为 就是拿刀子戳她的心 心痛得实在是无法接受 可心痛只能是心痛了 要想办法让心里舒服点呢 比如说 我就跟她说你可以带我出去 对不对 您要求过跟她共同出席 对 她说你在家里待着就好了 你又跟我出去干什么 还有什么办法呢 还曾经试过什么办法 每次做了饭给她吃 她就说你吃你的吧 甜甜的就等外面吃 你外面等外面吃不好吃吗 也就不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对 这个时间有多久 半年多了 半年多了 朱女士表示 自己曾想过些办法试图挽回丈夫的心 可是在恳求丈夫带自己出席同学聚会时 每次都遭到丈夫的严厉拒绝 在尝试给丈夫做饭之时 丈夫直接不理会直接点外卖 两人半年多来不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自己一次次努力示好都无法感动丈夫 事已至此还要这样的婚姻干什么呢 听完两人的叙述 周群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爱情的开始和结束 婚姻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你自由的选择 只是我觉得哪怕你已经决定要结束他 要离开他的时候 你都需要给对方以足够的尊重 你要让他清楚你在想什么 你决定做什么 而不是他非常卑微地 希望挽留这一段感情和婚姻 再做一些他觉得很痛苦很不堪 可是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觉得对另外一个人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和不尊重 婚姻家庭不仅仅是责任 也是一份爱 没有爱的责任支撑不了一声 刘先生的这些行为是对妻子的极大不尊重 一个在追 追的是爱 追的是认可和关心 一个在逃 逃的是爱 逃的是自由和痛苦 这样两人的沟通根本无法有效 随后图雷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过去只有花钱月下吗 没有同甘共苦吗 有 是不要老活在过去 但我想告诉你一点的是 一个人忘记过去 就是背叛 一个人忘记夫妻曾经的同甘共苦 就是背叛 但是我买也拜托他 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你在日子没有过好之前 你有这些比喻吗 你有那些围着你转的那些同学吗 那个时候谁在你身边 有了点钱就翘尾巴 你自己想想 你现在日子过好了 你有闲了 才有些人围着你 你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有谁围着你 你可以离婚 这是你的权利 但请你坦坦荡荡 你走就是嘛 你折磨别人干什么 你带一群人在家里关上门干什么 涂雷老师的话总是能直击问题所在 婚姻是建立在真诚有爱的平等的基础之上 难道只有花钱月下就没有同甘共苦吗 忘记夫妻曾经一起遭受的苦难 直接带外人回来关闭房门是对妻子的不尊重 对于朱女士 涂雷老师也有话要说 一个女人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 因为男人的爱随时可以收回的 你也要永远懂得修饰自己 未必要漂亮 但一定要精致要自信的 女人情茧是一种美德 但你不能只苦了自己 男人就会觉得理所当然 女人贤惠是一种付出 但不是为了讨好男人 要不然男人就会自以为是 如果你一旦失去了自我 就不要提你拿什么去爱别人 你只有活出自信 你的男人才会害怕失去 任何事情都有双方面的原因 要学会收起眼泪和咆哮 平静理智的对待问题 对于两人如何选择 涂雷老师也给出了意见和建议 你要是真的还想试一段时间 就请你保持尊重 如果你真的去意已决 你就说我们非离不可 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人生中的分寸感很重要 爱可以但不要失去边界 听完图老师的话 两人都沉默不已了 回想起两人一起经历的苦难 再思考自己接下来要如何选择 他人的意见仅仅只是警工参考 接下来如何选择还要看两人 我们在一起纷纷明月 做过了十七年 在这十七年之间呢 我也知道你默默地付出 特别是我们才去了那几年 能一个做的地方都蛮人 你一直跟在我身后 不离不弃 默默地支持我 编撤我 使我成一个白小七家 到现在的小黄之家 我知道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 你把你的青春都付给了我 我心里也清澈 但是也请你希望能够理解我 有些事情是父亲之间 也相互信任 节目的最后 两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那么屏幕前的 你有什么想法或意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